Barbara 那今年尤其在 你看这 zatmco 大家都懂 很多人觉得这个疫苗市场很差 我看到的是市场重新开了一个大门 重新会洗牌一次 重新有很多新的东西会出现 今天线上学习已经是一个普遍化了 大家都在线上学这个学那个学学学学 可是你发现到学的时候 费用会越来越高 对 所以DECOM今天再推出来的就是一个e-learning平台 让用户可以订阅我们的这个线上教育平台 然后你可以学到各种各样 不一样的老师 不一样的导师 来我们这里教 你可以学到 我其实在做这个东西 不是主要不是赚钱 很多人做生意是为了主要赚钱 其实我想要改善一些东西 其实教育跟学习很重要 其实人或者每个国家的进度 都是教育跟学习 今天我要解决这个问题 怎样把学习的价格拉到最低 可是让他得到学到更多东西 今天是我们在做DECOM的一个使命 钱 要不要赚钱 因为也是 只要你给到value 只要你给到我们的顾客 我们的合作伙伴 最好的一个所谓的不是价钱 叫一个value 价值 价值 对 叫价值 其实到最后他生意都会来的 所以我一向来做的东西 生意都是这样 今天这个世界不要做敌人了 不要对打 对打很难的 因为你对打 你在抢一个市场 为什么你不抢更大的一个市场呢 那我们设定不是在马来西亚 我们的目标是整个亚洲 我们建立这个平台的时候 这个是我们设定的东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收看第七季的上海名人访 今天我们要访问的这位嘉宾呢 就是我们Decom Global Syndrome的他的创办人 Gin 你好Gin 哈喽 你好Perry姐 你好 Gin 你好 Gin 非常的年轻有为 我可以说是看了你的故事 我觉得说基本上你就是一个人生里面的胜利组 不管家庭 事业 从小就是一个被栽培的优秀人士 我本来头七没有这样觉得 过后觉得好像是 好像是 人生好像是被安排了 那也是有好 那也是有好的一个方面 那你小时候 为什么说我们说 Gin的人生好像是被安排了 那因为你小时候呢 生长在一个也不错的家庭 爸爸是做生意的 对 所以你是从小听说是跟着你爸爸 到处去做生意的 对 那我想一下家里其实有三兄弟 那我是最年长那一位 那还记得的话小时候就是特别安排我会去做这个 从小就去训练啊 去上生活营啊 记得最年轻一次 14岁 被派去10天的生活营 然后那个是一个很深刻的印象了 如果你好像你从小啦 就是可能很多人朋友会觉得说我不喜欢被安排 或者这个不是我喜欢的生活 那你的话你爸爸安排你做这个做那个 你是没有意见的 也不是想没有意见 另外一方面是我母亲对我们很凶 很严格很凶 就跟啦 如果不要被打不要被骂 最好就跟咯 乖乖就跟咯 我就可能比较没有这样快啦 妈妈讲什么 爸爸讲什么 就跟就做就是啦 嗯 所以你会觉得你的同年跟别人比的话 是比较没有 无趣 你同年都做什么 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 我觉得不会说无趣啦 是说他们的安排也不错 然后他们也 发送我去学习运动 例如以前我游泳 游泳去比赛 结果就是接触到篮球 篮球也是去打比赛 除了运动 学习方面 然后而且 另外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他派我去不一样的地方 去体验 去看不一样的东西 我觉得那一个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 嗯 我想回去 我也会觉得以后 我的儿子女儿大的时候 我也想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栽培他们 嗯 因为你觉得可能我们小时候 我们有可能太自由也是不可以 太自由可能也是不太好 哈哈 半自由 一半啦 一半 一半自由 所以你的童年是 半自由还是完全没有自由 半自由 我觉得是半自由 对对对 所以童年还是很开心 还有还有 哈哈哈 现在看他的样子你就知道童年其实没有很惨 哈哈哈 但是那个你说14岁的时候去参加生活营 对 那个时候应该里面你是年纪最小的吧 不是我年纪最小的 其他来的都是差不多年纪的 只是我觉得很印象很深刻就是 不可以有家人或者任何人陪伴下 你就必要在那边待一个十天 然后而且那个生活营又不是一个简单的哦 他真的 我记得他放我们在一个无人岛 森林里面自己独自过一个晚上 没有人会帮你自己生活 无人岛 无人岛真的是森林里面 然后要怎样去无人岛呢 又要划船去 怎样划呢 自己划 就海中那边就划了 可是你们才是小孩而已了算是 可是他们的教练那边也在看着啦 只是他要训练的就是那个独立的一个形态 我觉得那一个一次的经验 真的是把自己提升了学习到很多 所以你当时怕吗 其实很怕的 那一晚过个人的生活 是的确很怕 还好我容易入睡 然后我就睡觉起来 完全不知道什么事就过了一天了 容易入睡是好事来的 是真的 现在就是这么怕的情况下 也没有想太多 先睡觉了 对不对 所以那个时候完全就是自己一个人 自己一个人 不管发生什么事 你就是必须要自己一个人去面对 对 所以这一件事情对你往后的影响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东西教会我 不管什么事情 你都要勇敢去面对 人生太过多事情会发生 只能想办法解决 或者是找一些方式 怎么去突破这一个难关 这个是可以让我从小就发觉 这个东西很重要 所以人生就跟着这样的一个心态来做 就连接到我所有所做的事情 了解 所以我这样讲好了 就是你自己小的时候 有没有一个志愿长大来要做什么的 其实想回去 我小时候六年级 老师都会问你要做什么 很多人写警察 护士 我记得我已经写了商人 商人就是知道我要做生意 六年级我就写了 是因为受你爸爸的影响 对 因为你爸爸是从小就带你 真的是到处去那些商会活动等等的 对吗 他跟我说我三岁的时候就带我去 我没有印象 可是他说三岁的时候他就带我去 去这些地方去看一下 同而就是我觉得说不知不觉 潜移默化有影响到你要做这个商人 确实尽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它的因子 我们讲的有些你要做生意 你身体必须要有一种我们讲的基因 那个因子在你才会事半功倍的 那你记得你毕业之后的第一个 你那时候还是工作吗 对不对 什么时候创业你记得吗 记得在2010年的时候 然后创业其实我在读书的时候 我也是很有规律的 就是很多人说你读的东西 跟你出来做是没有关系的 对 可是我读的东西跟我现在做的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变到的 所以那时候 你很清楚的你的方向 我清楚我要什么 然后我就往这条路线去 不能走太多路啊 我们人生也没有很多时间 所以那时候我读的是叫做 那时候叫Business ID 现在叫e-commerce 对 以前没有e-commerce 真的 而且在以前你读的那个时候 Business ID算是一种趋势了吧 还算很新 还算很新 没有e-commerce这个东西 但是你已经知道 你要往这个 所谓的我们讲的网路的世界前进了 所以你一出来的时候 第一份工作 但是你没有创业啊 你也没有跟你爸爸工作 没有没有 你就出来做什么 记得吗 记得记得 第一份工作就是去一个公司 我就进入他们的科技部门 IT部门 打理他的幕后的系统 那时候我就学了 很有兴趣的去学学 学做做做做 老板就很看重我 因为我是用一个心态 我想要知道你这个生意 怎样用这个系统来做 我是用这个心态进去的 所以我就特别群力的去做 所以两个月够花 取我薪水 四个月够花又取我薪水 知道九个月过后 我就说我要走了 他就说我在请你 他说我不要了 我够了 我已经看完学完了 然后我就进入我第二个阶段了 第二个阶段是什么 第二个阶段就是我真的就进去我爸爸的父亲的公司 一起去陪他去做他的事业 然后那时候其实他身边都是年长的人 我是一个算新人吧 刚出来 就用一个很真肯的一个心 跟他 跟他学 跟他身边的人一起学 然后怎么去其实 怎么做生意 怎样做销售啊 推广啊 品牌啊 管理啊 我花了六年了在我父亲的身边去学这些东西 对就是跟我们讲的这些资深的一些前辈 对 学习 对 这一点我不晓得各位亲爱的朋友有没有看到吗 很多时候啊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说一些富二代啦 或者说家里有产业的接管父亲的生意的时候呢 很多有一种想法就是说我是国外回来的 或者是我的这个学术资格 比你们厉害 所以我有我的想法 而就忽略了很多公司里面的一些我们讲的资深的员工 所以当时候你 我看到的就是说你是很虚心的这样子默默的在这六年里面 就是尽量的能够从他们身上可以学多少就学多少 对 因为我觉得总是不是因为你是谁而且人家会看重你 还是觉得人家会给你一个尊重 不能长久的 你本身所谓自己要有料 所以自己要有料真的是要真的提升到很快 在一个很短的时间 然后而且一直要追求进步 这个是我一向来的一个概念在我头脑里面 活到今天也还是这样 不够 怎么再增加 那为什么在你父亲的公司好好的不继续做下去 然后还是要坚持就是创立自己的公司呢 其实在父亲的生意下或者公司下成长不是不好 可是会有那个局限 就是说人家你会有东西顶住你嘛 那有一天我就觉得不然我自己出去闯人一下吧 因为趁年轻跌倒的时候还不怕嘛 所以就快点出去闯人一下 我记得在2010年我就自己出来闯了设立一个科技公司 那时候是专门帮人家做APP的 2008 你还记得的话 iPhone3刚刚才出来罢了 2010年我已经设定一个公司 帮人家专门写APP 然后怎样用它的生意转型 配合APP来提高它的销售量 那时候我记得应该没有人这样做吧 真的没有 而且我想讲的 这个东西太陌生了吧 对不对 那你写的APP 有人会要去理你吗 你在讲什么 可能我们连这个APP的概念都没有 是 但是你就觉得说这个事业是有 应该说这个行业是有前景的 是 所谓的你走第一步先是特别难的 可是当你相信你头脑里面 你看到前景一定是很好的 就继续走下去 那时候我知道市场上很多人还没有接受 那我就跟他分享 为什么你还 你现在需要 你怎样这个东西帮到你的生意 而且他怎么帮你准备你前景的东西 我一下来都不谈价钱了 谈价钱 伤感情 没有意思 如果你为了跟我买这个东西是因为价钱 那一定是没有意思的 所以我就把那些重点放在 为什么你的生意需要这个东西 然后这样的角度来跟他们分享 然后我觉得那时候就很多人很接受 然后那时候也生意也很不错 不错 是非常的好 他是很谦虚 非常的好 甚至呢后面演变到就是说 你知道金他最成功的也是大家可能很羡慕的 他每一次呢就是算是被收购吧 对不对 收购的时候呢他就赚了一大笔钱 然后呢他又在开始呢 就是创立另外一个新的生意模式 或者是生意的方向 是 也又不断的取得成功 那刚刚大家听到的是一个APP的 就是这个APP的 下一个第二个是什么 哈哈哈 要不为你了 这算是你人生的那个APP的事业 帮你赚了多少桶金啊 第一桶 第一桶 可能他很多桶他不要跟我讲 没没没 第一桶金 其实很好像 那个地产这样 你买一间家 你卖一间家 你赚钱咯 这样我是 专门是 科技生意 把它打造起来了 卖掉 然后赚一桶金 然后再把那个金再投资 开下一个科技项目 那那个是在2014的时候 我把这个公司 因为我有一个系统化 怎么去写这个APP 然后很简单的模式 就可以打造一个APP 出来适合那个生意 然后2014年的时候就 成功卖给一个上市公司 那接下来 我就 根据这个经验 我就发现另一个问题 那时候是科技上来的一个阶段 很多大公司在寻找很好的科技项目 例如因为我公司好 它有项目它想要买 然后又不多项目在市场 他们也不懂从哪里开始 因为他们不能从零开始 对 很多年轻人有很多想法 那时候 哇我要做这个做那个 又没有资源 又没有团队 又没有这个 那我就看到一个 温級 趋势是来 我就在中间起了一些物质 就把有概念的人拉进来 就把有资源的人带进来 如果你的概念适合他 我们就结合 哦 所以就是说你把APP的这个公司卖掉了后 你自己再成立一间公司 等于你是那个中间的我们讲的一个平台 把需要的人和对的人结合在一起 这间公司叫什么名? 这间公司叫AppShare 那时候就是一个很创新的模式 而且这个概念以来在市场就还没有人在推动的时候 我们就推动 然后那时候我们也看到视频的一个趋势 就把这个连接的一个过程拍成一个真人秀 就好像我们现在拍这个东西 那时候这个联合的一个方式我们就拍成一个秀 然后放在我们的YouTube 其他东西在看 那时候这些真人秀还不是一个最高峰 算是很新的 对 因为我们是拿外国的那些概念进来 而且是一个很早期的时候 结果想不到 真的想不到 又反应很热烈 反应太过热烈 太过热烈 好 这个生意做了多少年 9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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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个月之后卖掉了 对 卖掉了 又赚了 又赚了不同第几桶金 第二 第二桶金 OK 那大家想知道它第三桶金 第四桶金 第五桶金怎么来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再告诉你 大家好 简单来说 DECOM是一个电子学习商务平台 主要我们提供的 就是现在市场上很需要的一个平台 就是学习 在这个疫情过后 所有大家会的东西都要重新学过 因为世界变了 经济也变了 很多东西都变了 我们自己没有变怎么样 那我们肯定是要学的啦 今天市场上我们看中了最少一个东西 就是电子学习平台 老师 导师 一些有知识的人 可以提供他们会的东西 可以教大家的东西上来这个平台 对于给一些用户 他们都可以上来我们这个APP 这个平台 去学各种各样的知识 例如商务啊 例如品牌啊 例如怎么打造你的生意啊 例如可以去学怎么大众演讲啊 各种各式各样的东西 Dicom呢 就是Provide的这个平台 让这些可以提供 学习的课程的一些人物 所以我们就可以让他 赚取一些额外的收入 另外一方面 学习那一方面的人 除了学习 我们也提供了一个商务 让他就可以在这里也赚取额外的收入 那所谓来讲就是一个双赢的一个策划啦 而且我们看好这一块 接下来的十年会不一样 曾经人家的学习是上课 去课堂 想要一直去上课 可是现在因为这些疫情会转变了很多思维 很多做法 所以Dicom的出现也是为了这一块 而且你看看在除了马来西亚市场以外 东南亚这一块 你提到一个电子学习商务平台 在你脑海里面还没有出现一个熟悉的名字 证明了这是一个市场 那市场上需要这个东西吗 肯定是需要 所以Dicom就正在在往这一方面这一块 那以我的经验在这个科技领域的一个商务里面 就来讲对趋势很重要 在科技领域的商务里面 变化很快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东西都在变 所以我们必要再为趋势而去进步 而去进展 而去变动 所谓一讲 我们现在的行情需要转型 转管道 转这个转那个 那我们就在转这位的这一块 而去做这个开发和进展 讲到东南亚 你还没有在你脑海里三秒不能出现一个很熟悉的 或者你所知道的电子学习平台 那就是我们的市场 那就是我们看中的市场 而那也是我们要为那一个方向而去前进的 那这市场 如果你看一些数据 看一些报导 接下来的十年 有一个报导说 接下来的十年 世界可能一个最大的公司 最大一个科技公司 可以是一个上线的一个学校 上线的一个学习的一个公司 所以到我们看到这个报导了以后 更确定我们走这一方向 的确是没有错误的一个方向 欢迎回来我们线上的嘉宾的就是我们有GIN在现场的 刚刚讲到了前面一个两个的公司都卖掉了 而且又为他赚了 他是说两桶金很谦虚 第三桶金 第三桶金是做那个什么投资 风险投资 风险投资 可是一听到这个风险投资 大家就觉得风险投资 什么来的风险投资 其实 谢谢佩姐 其实第三桶金不是真的换现金 第三桶金我觉得是换知识 换市场的经验 换市场的肯定 其实这些也是一桶一些金来的 这个怎么说呢 市场认同你 你的知识在这个市场做这个东西非常专业 其实也是一桶一些很有价值的东西 也是一种财富来的 对 是一种财富 那我第三桶就是所谓的 因为之前那两个的一个经历 第三个就是 我们设定了一个叫风险投资公司 这个是有执照 来自马来西亚的保护公司 他们给出来的保护 让我们可以赚赚 跟人家理财去投资在科技公司 单单只有科技公司罢了 就好像专嘛 我在科技方面我很专 我就很明显知道什么是趋势 什么应该要做 什么不应该做 那很多人很想 除了投资这个投资 科技公司是每个人都想要的 这是怎么进入场 所以等于你们是一个专家这样子 对 对 在市场上的认同就是说 我如果说想要投资一些科技的话 那你们就是这个专家 你们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 或者是一个规划等等的 对吧 对 甚至你把你的钱要投资 放在我们的公司 然后我们帮你去投资在那里 筛选那些公司 有前景的 有爆发性的 然后帮你去投资 而且这个东西最重要的就是说 要有一个担当去做这个东西 对 就是合法的各位 合法的 就是合法不是非法 不要一听到那个风险投资 我们大家就会怪的 这是合法的 对 所以这间公司是现在 还在 还在 叫什么名字 叫TPP Capital 我还有一个伙伴 他是主要的那个带领人 所以我是他的 母后的一个支持 管理这个公司的那个人 所以我们两个 就一起带这个公司 负责去审查 或者参考一些科技公司 为什么叫风险 因为科技公司 其实是很高风险的 是吗 对 但是我们听起来好像是 可以赚很多钱的样子 怎么说呢 可能100家 你听到成功的 有10家到20家 80家倒闭的你不懂 可是那10家20家的 一成功的爆发力 就可以盖过你10倍的 明白 你的本钱 所以就是叫做风险 就是高风险 高回酬 回酬 回酬的这个方式 在科技方面 所以 所以你看 很多人 其实动了 他烧到手了 他还不敢跟你讲 很多人很想进去的 因为那个回酬率太过高了 要怎么开始 不知道 不知道 自己不可能吧 自己 研究到天荒地老 找你们 是 对不对 我们就帮他分析 帮他跟他讲 帮他筛选 介绍一些东西 就像很多人在做 property 这一行 你要买哪一家家 哦 你就卖科技的 对 了解 但是这家公司有被收购吗 这家没有 这家公司 看不卖的 不可以卖 不可以卖 因为是根据 拿到那个来生 对 对 所以我们要继续经营 继续提供 这样的一些 研究 提供 给人家去参考 了解 对 各位亲爱的朋友 听到这边 你会觉得 好像有一点点的 有一点的忧郁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好像 他讲的这三家公司 都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过去的 他已经变卖了 已经收到钱了 然后现在的这一家呢 可能你很想投资 但是你又 可能没有这么多钱 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投资 高风险的投资 那 但是 机会来了 各位亲爱的朋友 一定要听到最后 第四 第四个投资的产业 对 现在大家要听清楚 第四个投资的产业 为什么我们可以参与呢 对 其实我在这里不是卖投资 我只是分享我的一些 旅程我在做的东西 那今年尤其在MCO 在COVID大家都懂 很多人觉得 这个VIRUS 市场很差 这个那个 我看到的是 市场重新开了一个大门 重新会洗牌一次 重新有很多新的东西 会出现 当你这个机会的时候 对于我来讲 我要做住等呢 还是我要做一些东西 还是我要再做进场多一次 其实这个概念就好像 investment这样 哇 share market来的时候 你要进台日出 所以我看到科技市场 能不能打开多一次了 这个 因为这个COVID COHO 所以 这个 最新的一个 我的参与的一个项目呢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DECOM 对啦 对 可是DECOM 我们听起来就是 一个科技的公司咯 这样我可以怎么样呢 我又没有这样多钱 怎么投资呢 所以 这个DECOM 这个平台呢 是其实我们在做这个 线上教育平台 主要是让用户 今天线上学习 已经是一个普遍化了 大家都在线上学这个 学那个 学学学学学学 可是你发现到 就是学的时候 费用会也也高 对 我们讲的是 教育平台 不是教育 是教育 education 就是教育平台 对 所以你刚才讲的对 就是我在看到那个 因为MCO的时候 哇 整个市场突然间多了很多的专家 老师通路都出来了 是是 而且以前呢 我们想要去上课的时候 真的 不是我们不要学习 是有一些费用真的是太高了 没有办法承担 那你现在有什么方法 让我又可以用很低的这种 我们讲的比较可以 affordable的这种学费 又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呢 是 所以D.com今天要带出来 就是一个非常 affordable的 一个e-learning平台 线上教育平台 让你给一个很低的费用 学到很多东西 第一个 第二个 接触到很多不一样的知识 第三个 你的subscription for 这个是一个很低的费用 可是得到很多东西 嗯 所以D.com今天再推出来的 就是一个e-learning平台 让用户 可以订阅我们的这个 线上教育平台 然后你可以学到各种各样 不一样的老师 不一样的导师 来我们这里教 你可以学到 嗯 等一下 可能大家有 可能有一点 还是不清楚的 你刚才说的subscription 它是类似YouTube呢 还是类似Netflix 这样子的概念 对 对不对 像我们看电影这样 我们是 就是说你现在我给一个费用 我去subscription你的平台 对 我就可以有不同的这种课程 都可以去上 对 像看戏这样 对 我可以 给了一个钱 我就想看什么戏 都看什么戏 对 所以现在我们就是 已经开发了这个平台 已经上线了 已经live了 是这个 这个概念是MCO才伸出来的 嗯 我觉得所谓你讲的 这个MCO看到太多老师了 其实你每个都想要学 嗯 可是当你觉得你学到完的时候 哇 那个费用真的很高 对 可是 可能我只可以选择 真的是仅有 可能 可以上一课两课 对 就不能再上了 对 我每次很喜欢拿一个笑话来讲 小孩子来做选择 为什么什么 为什么不要选到完呢 为什么你要做选择 对 为什么你不要选不上到完 没有能力啊 对啊 所以 因为这个问题 所以让我想到 这个概念怎么做一个东西出来 学习是很重要 不可以是因为那个价钱 而影响你不去学 所以这个平台就是打破这个概念 你subscription一次 每次年费 一次 就像Netflix这样给一次 我们把所有的老师导师 所有不一样的课程 带上这个平台 你自由地去选择你要选什么 这个选一个 这边选一个 这边选一个 你只要给一次月费 嗯 因为这个的单身 就可以把那个 本钱去上课的拉低 因为线上 第二 因为如果大众需要要求去 这个东西 所以导师就愿意过来配合 嗯 所以这个 我们Likon在做这个 那个线上平台 就是一个这样的概念 很新 很新的一个模式 很新的一个想法 市场上 我不觉得很 没有人 有人在做 所以我们很强力地推广这个东西 所以也是一样 你就是那个平台 你把老师 所谓的所有的导师 拉进了你的平台 然后消费者就在这里呢 可以找到他们想要学习的一些 我们讲的课程 可是又可以用很实惠的这个价钱 对 是这样子吗 Defense 等于是一个platform这样子 好 今天这个 因为要讲到这个东西 真的是一个很新的概念 我想呢 可以站在两个角度 我先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问 因为我也是消费者 OK 对 那我今天上这个课程的话 你是有限定说 比如说你们的平台只是做房地产的呢 还是讲什么金融投资的呢 还是说什么样的课程都有的 其实学习啊 市场分着五种 一个是我们叫Preschool 小孩子 一个叫K12 K12就是小学跟中学 第三个领域叫做University and College 大学 第四个就是Corporate 成人学习 第五个叫Life long learning Life long learning 就是各种不一样的学习 煮饭也是一个啊 种花啊 这些那些 市场的学习有分着这五种 现在我们所有的是下面那三种 大学 成人学习 跟Life long 明白 对 现在我们平台暂时有的学习 已经有了 都是这三个 接下来我们会开发的就是 学生 中学 小学 还有甚至到小孩子 所以站在一个 商人的立场 其实你觉得 我小孩子也要学 我要学 我老公也要学 我老婆也要学 我小弟姐妹都要学 怎么样可以去 用一个Subscriber 然后你可以学到不一样的东西 这个就是我们要给 商人的一个 value 明白 就好像现在我Subscriber 那些我们讲的 非国营电视的 就是你要给一个钱 全家人都可以看那个戏 对 对 我们想一下 为什么学习 不可以这么做呢 所以 应该有想到 没有想到 对 所以这个东西就 让我们启发 也不是说没有想到 市场还没有准备 就是要学习的 我会和你说这句话 后 这个病毒 改变了整个世界的人生 人的生活方式 所以这东西是可以接受的 对 未来就是一定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一定是要这样子 可是站在 好 消费者比较简单 因为我现在听到便宜 我就很开心 因为还可以学这么多的东西 但是站在 我们讲的 so call 要跟你合作的这些老师 对 现在我看到的说 市场上有很多的老师 都是 好像一下子就几百人 几千人 这样子上 那我为什么要跟你合作 对 那其实老师 第一 他们会发现到困难 就是他们要找学生 找学生很吃力的 所以我们这里就把你负责找学生 第一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你在教数学 我们别人教数学 可是你会教数学 可是你别人在教英文 你又不会教英文 你想不想赚教英文的学生的钱 想 所以这个平台 就因为有这个模式 今天你教数学 除了你赚教数学的钱 教英文老师的钱 也可以一起分享 所以我们就帮老师打开 那个收入管道 其大一点 就是 明白 对 我可以这样子讲吗 就 就如果我是一个老师 OK 所以现在因为我是个体户 那我可能要自己去做marketing 找学生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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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一直慢慢的去建立我的团队 也许我需要用上 可能好几年的时间 慢慢这样子去经营 对 但是如果我加入你这个平台的话 不管说今天有没有知名度的 等一下在外团有知名度怎么办 那加入了之后呢 就是说 今天就是包括人流 包括了这个市场的一个宣传 各方面的 都是由 就是 DECOM 这个平台来 去 去完成 对 我就是负责来讲课而已 对 那我讲课 比如说我教人家讲话 那你是教英文的 教工程的 教什么什么 但是 他们教到的 我都可以跟他们共享这个资源 对 对 这个很好诶 然后因为我们赚到的利润 也跟不一样的老师一起分咯 嗯 这个就所谓的就是 现在的经济都要共享嘛 大家资源整合吧 今天你教这个东西 你的学生只能这样哦 怎么样去 去开别的咧 明白 这个是一个问题来的 可是我又有个问题哦 像如果我是来教煮饭的 你比如说你是教房地产啊 或者教什么融资的 这样这个钱我也可以分到吗 我只是教煮饭的而已哦 所以这个我们也有一个叫做 制度什么 制度对 制度给我们的老师 教什么的 流量高的 人数高的 哦 你怎么去achieve 对不对 了解 对 所以如果我要进入你这个平台 你怎么评定我的资格呢 做我一个老师 你不可能 谁要来你都可以接受的嘛 对不对 你们在意的那个条件是什么 其实第一个我们要的东西 很多人是往前都是在意条件 今天我觉得除了条件量很重要 你学多一点 从十个不要老师学 你会赢过一个很紧的老师叫你 这个是我觉得最新的概念 了解 所以你当你上来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个最低的一个审查 你教了什么东西 然后你可以教过你教过什么东西 最重要 对我来最重要的是 你教的课题是什么 不是你曾经以前教了什么东西 那是以前的事情 现代话 就像现在拍戏YouTuber构理 他不用看以前有做过什么东西 你可以带出来的知识 需要现代的 对我来讲 对于我们的公司平台是重点 对 刚才你有跟我分享说 DECOM接下来都只会专注在做这件事情上面 我在想很多的企业我看到的就是说 你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不断的有很多的一些转变 因为随着这个市场 他们可能有很多的这个改变 可是我刚才看到你的是你很 就很坚定的 你接下来要做好的就是这个E-Learning的这件事情 为什么呢 我其实在做这个东西 不是主要不是赚钱 很多人做所以是为了主要赚钱 其实我想要把改 不是改 叫做改善一些东西 其实教育跟学习很重要 其实人或者每个国家的进度 都是教育跟学习 可是为什么就好像非洲那时得不到 因为是价钱 因为是costing 因为是很多一些卡关 今天我要解决这个问题 怎样把学习的costing拿到最低 可是让他得到学到更多东西 今天是我们在做DICOM的一个使命 第二 老师 你会觉得老师其实在市场上 也是不平均的 对 出名的就这样 不出名的就这样 怎样达到一个平衡点 大家一起共赢 难道只有出名的老师教的东西还很好呢 不一定 还有很多其他老师 可能他们没有机会发挥 他们没有找到对的平台 或者他们不会去做 可能他们没有资源跟金钱 是 去开拓 是 所以怎么找一个平衡点 所以这个平台就是我们所建造出来的 最终的一个理想才要得到 钱 要不要赚钱 是一回事 只要你给到value 只要你给到我们的顾客 我们的合作伙伴 最好的一个所谓的不是价钱 叫一个value 价值 价值 对 叫价值 其实到最后他生意都会来了 所以我一向来做的东西 生意都是这样的 如果你focus 你赚多少钱 你不忘记focus给顾客什么东西 是 因为呢 永远都是价值比价钱重要 是 因为只有价值呢 才能够让我们讲的一个事业的发展 才可以永续 对 对不对 而不是金钱 所以 GV真的很聪明 哈哈哈哈 OK 今天真的很感谢你的分享 那对于DECOM这一块 你有什么要补充的 或者是提醒的吗 因为对很多的朋友呢 在看节目来说 确实这个是一个狠心的概念 然后也有很多人可能会觉得 你今天提出的这个概念 我抄你的 可以啊 也可以对不对 没有问题 对啊 会有个做本来就没有什么秘密的嘛 对不对 甚至可能去到最后的时候 甚至可以是一种结合 是 对不对 OK 今天这个世界不要做敌人的 不要对打 对打很难的 因为你对打你在抢一个市场 为什么你不想 那我们设定不是在马来西亚 我们的目标是整个亚洲 我们限定这个平台的时候 这个是我们设定的东西 所以就是说有各种不同语言的 不是限定说只有可能英语啊 中文啊这样不一定的 不一定 对 所以明年我们想要开始别的国家 台湾啊 印尼啊 这个平台就是要让更多 开到 学到更多 今天你有没有机会去 学泰国的东西 没有 可能没有 可能有啦 要很多钱啊 你不会特地给钱的 对 可是你给了月费 你发现到有 你就想到 为什么我有时间 我学一下 新的知识就进来了 对 我现在就是比较容易理解 就是我突然间就想到 你们是那种卫星 卫星电视台这样子 全世界的节目 我都可以看得到 对 但是最后一个问题 我一定要问的 就用这个 比如说我讲了150块美金 这样很便宜了 这样可能有些老师 你刚才讲的嘛 老师的等级都有不同的嘛 那如果说这个老师本身的这个价值 就是比较高的 或者讲他的这个资历 或者什么都已经很可能 这样他怎么可以接受 你用这个150块 就可以来上我的 不是上我一个人的课 可以上这么多人的课 是是是 所以刚才没有提到 就是说今天你 订阅我们的平台 年费是150美金 年费啊 不是业费啊 哇 年费 就是你可以学完图了 我们还有一个等级的订阅 就是叫Premium订阅 就好像你看Astro 有Astro On Demand 你要给钱的 所以我们也会有 on demand 或者是Premium content 你觉得你要去选 你才去给咯 但是会跟外面真正的价钱 也会便宜 因为我们主要的就是 完全是线上 明白 不会牵涉到任何线下的一些东西 对 所以老师是每一次都一定要开Live的 是 哦 我们的目标现在在朝着就是 365天每一天都有一个课程 Live课程 不是Live课程 Live就是老师可以来 他讲 你可以问问题 回答问题 你有想过 365天都有一些课程让你学 你单单用150块来买美金 划算吗 很划算啊 简直就是人家会觉得说 这个是做生意的人做的事情吗 好像根本就是 嗯 有一点像 人家讲傻瓜才会做这个事情 对不对 今天的世界 但是真的是超值耶 是是 今天是要讲量 只要你觉得顾客 物有价值 量出来 量出来的时候 这个东西就可以发生 明白 所以当我们做这个概念的时候 所谓你讲的 哇 像很多东西我们在亏本 这个不是亏本 这叫有准备啦 很多东西要准备了 很多人有概念 可是没有准备哦 半路就死掉了 我相信 因为你看一下 要记住 阿俊的这个第一桶金 跟第二桶金 接下来的无数桶金是怎么来的 有了一个很好的 我们讲的这个 前面的这个个案 OK 那接下来这个DECOM呢 而且我觉得说是很健康的 最重要它是以教育 作为出发 真的 终身学习 是每一个人必备的 在未来的这个世界里面 你更不能够 因为呢 这个不学 因为学习而停下脚步 绝对不可以的 是 那今天谢谢你的分享 谢谢 谢谢 就你的这个 哎这样以后我 我突然间想到以后 我对未来就有希望了 对 不过因为有年龄的限制 我可以去教书 可以啊可以啊 我觉得很多人很想要听你教书 真的哦 对啊对啊对啊 问一下观众一下就知道了 有的朋友写一下想要的朋友 在下面留言一下 留言 好不好 OK好谢谢你 谢谢 谢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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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